你相信世界上有天才的存在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River 今天的排球少年人物 只要來聊聊無野高中的天才二傳手 秉三飛熊 作為排球少年的主要角色之一 秉三除了擁有外襪般的拖球技術之外 也是故事中成長最多的人物之一 在我心目中的二傳手排名僅是於擊穿 在影片開始之前 我想要先感謝大家 我的頻道終於突破1萬訂閱了 沒有各位的幫忙是絕對不能辦到的 歡迎大家在這支影片下方 或是到我社群的1萬QA目擊文章中留言來問我問題 當問題抽取到一定數量時 我會做一支影片來回覆大家 接著就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如果你喜歡排球少年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也別忘記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能在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的球員介紹 秉三飛熊市無野高中排球部的先發二傳手 身高為180公分 後來長高到了將近182公分 喜歡吃的東西是豬肉咖哩配溫泉蛋 官方公布的五維數據更是高得下冷 技術、頭腦跟爆發力都是滿分 其他項目都有4分 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天才 在拖球狀態良好時習慣在心中默念分毫不差 秉三從小學二年級就開始打排球 很早就培養出良好的球感 活動時期進入了排球強校北川第一就讀 當時對上有名表現非常活躍的學長 吸引了秉三的目光 那個人就是大秉三兩年的吉川徹 吉川中學時期就拿過線內的最佳入傳手獎 狼網和發球技術也是一流 這讓秉三非常仰慕 認為只要超越這個人的話 自己就會是線內最強的二傳手 還曾經請教吉川教他如何發球 但當時的吉川被天賦一筆的牛島 阻擋了進軍全國的道路 對天才球員非常排斥 所以拒絕教授秉三關於排球的技巧 但是秉三的學習能力非常強 所以是先用看的 然後再自行的揣摩 模仿的方式來學習 而高中時期的秉三 在一場練習比賽中 看過研磨用視線誘導之後 就能自如地運用在實戰當中 秉三從來不會因為有過人的天賦而有所懈怠 平常就有跑步訓練體的習慣 還會做手指俯或稱來鍛鍊手指 為了不讓指尖的感覺跑掉 會避免使用繃帶 還會保養指甲 我聽過很多指尖運動員 像是棒球投手 為了避免指尖的感覺受到影響 在開一開罐的時候 會用飛罐用手來開 甚至有些人會直接請別人幫忙 影三在學生時期就有這種習慣真的很不容易 然而影三從小就不擅長與人溝通 不知道要如何適當的表達出自己的想法 而且好勝心跟自尊心都極強 想到只要對方的選手在自己的面前用二次進攻得分 就一定要二次回去 加上對自己的技術非常自信 面對不可靠的隊友時 還曾經想要靠自己獨自完成發球、籃網、扣球 影三同學 你打的是排球,不是網球好嗎? 就是這樣的態度常常會讓你覺得影三 非常的以自我為中心 但其實影三這樣的行為並不是自大 影三就曾經對監援說 經驗的差距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彌補的 如果是一個自大的人是絕對不會說出這種話的 只是因為初衷時期自己的實力遠高於隊友 有那種必須要靠我才能贏的捨我其誰的想法 假設一個攻守當下的能力是80分 你不可能要他馬上打出100分的球 而影三的拖球技術則是120分 在無法好好的與隊友溝通的情況下 球隊在面對到強一點的對手時 為了閃開對方的籃網 影三就只能選擇拖出超過80分的球 但當時的隊友跟不上 而且那個時候大約都還只是個國中生 心智年齡都還不成熟 所以只要之間有點嫌棄 嗆來嗆去都是很正常的 最終導致影三被隊友灌上了 球場上的王者這個名號 這件事情也造成了影三心理上不小的創傷 沒有這樣的結果 其實影三跟當時的隊友都有錯 還有就是當時的教練也不太會處理這件事情 只是單純的要影三別過於堅持速度 而不是耐心的去了解影三內心的想法 如果當時提點影三的是擅長開導人的武田老師 或許情況就會不一樣了 在中學三連級的一場比賽 影三面對的是未來將會改變自己的重要人物 日向翔陽所在的雪之秋中學 雖然雪之秋這個臨時湊成的隊伍 戰力不可能能與北川這樣的強隊PT 不過日向卻在賽場上展現出驚人的運動能力 讓影三影響非常深刻 同時也令他非常不爽 認為日向擁有結束的運動能力 卻沒有好好的活用 簡直是爆田天物 另一方面則是羨慕 羨慕日向那樣的拼勁以及能力 如果自己的隊友也能那樣就好了 在之後的比賽中 因為對手越來越強 影三不斷提高自己的節奏 隊友也終於受不了了 拒絕去打影三拖出來的球 影三最後也被教練換了下去 國中最精華的階段 沒有打出成績就壞掉句點 真的是非常的可惜 牛島也曾經評價過國中時期的影三是 無法為團隊效力的二傳授 雖然國中的排球比賽生涯結束了 但影三並沒有停下腳步 而是更加的刻苦練習 也是在這個階段不斷練習跳躍發球 威力之強被日向稱之為殺人發球 但由於還不夠熟練 控球和進球率還不穩定 不過影三也才一年級 未來的成長空間非常大 甚至我覺得影三的天賦可以學學道合期的公寓練雙刀流發球 這樣在未來的進攻點會上會更加具有威脅性 由於影三國中並沒有打出好的成績來 畢業後並沒有收到線內排球最強的 百鳥澤的入學邀請 所以他選擇了比試入學 但因為完全看不懂考題有落榜 畢竟百鳥澤可是線內一流的名校 非常難考 影三雖然有著極高的球長 但對學科可以說是一竅不通 而影三也不可能選擇去有國中隊友的輕易的成績就讀 所以最後選擇了烏野高中 原因是影三知道烏野高中有那個曾經帶著排球部殺進全國大賽的烏陽教練 影三非常熱愛二傳手這個位置 認為二傳手是隊伍中的司令塔 攻擊手過人帥氣 但是如果沒有二傳手的穿針影線是無法發揮的 何哲村為了測試影三 讓他有團隊的意識 告訴他如果他不能在新生對抗賽中獲勝的話 就不讓他擔任隊伍上的二傳手 為了獲勝影三還特地帶著當時還是個排球身手的日向練習接球 也在練習中堅持到日向的拼勁以及可能性 對影三來說 日向正是他國中時期一直渴求的 那個可以跟上自己技術 且和自己一樣對勝利異常執著的隊友 在新生對抗賽中 面對月島的挑釁攻勢下 影三開始回想起自己過去的錯誤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 日向的話點醒了影三 讓影三意識到現在的自己已經跟國中時期不一樣了 而且此時此刻有一位對扣球極度渴望 且能跟上自己拖球的人 影三說出了一句經典的台詞 把攻擊手面對的障礙排除 二傳手就是為此而存在的 兩人開始嘗試利用自己的特點 互相磨合 最終開發出了排球少年中的BUG招式 怪人快攻 此時的影三開始懂得如何去配合別人 也漸漸開始和隊友培養出深厚的友誼 國中沒有朋友的他 如今時常會玩同年級的月島還有志向鬥嘴 我這邊一定要說說怪人快攻到底有多BUG 大家可以想像自己在排球場上 就算你不會打排球 你只要在場內任何地方起跳 然後做出扣球的動作 你完全不需要看球在哪裡 影三就能夠把球分毫不差的送到你手中 讓你可以把球穩穩的扣出去 這種控球力不是開掛 什麼才是開掛 另外想在這邊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這是之前我在書上看到的 除此哪本書還有詳細的內容我已經忘記了 所以我會用自己的話大概描述 如果有人知道出處或是我有說錯的地方 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回覆 各位應該都知道音樂天才莫札特吧 他大約在八歲的時候就能夠獨自寫出一首交響樂曲 因此被大家稱為音樂神頭 但大家或許不知道 莫札特出生於音樂世家 在他懂得如何彈奏樂器的時候 就開始接受非常專業的音樂訓練 再加上自己對音樂非常著迷 就像音樂是自己的第二生命一樣 每天花費十幾個小時在上面 所以當他到八歲的時候 他投入在音樂上的總時數 已經超過大多數人一生所投入在音樂上的時間 甚至比一般音樂系的大學生在大學四年所投入的時間還要多 所以莫札特能在那個時候寫出一首交響樂曲 其實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從上面這個故事的觀點來看的話 影三從小二就開始接觸排球 對排球如此癡迷 肯定每天都花費大量的時間在上面 所以能有如此精準的控球力以及球感 似乎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 當然我還是覺得怪人快攻也太扯了 回到主題 日銀兩人掌握了怪人快攻之後 也在後續的比賽中大顯身手 幾乎每一個第一次對上的球隊都會被打得措手不及 英居的瑪爾教練則稱影三是 厲害到不行的怪物 但當時的怪人快攻還仍然不是完成形 日銀僅僅只是往沒有籃網的地方跑 然後閉著眼睛沸動著打球 這時決定進攻的是影三而不是日銀 這種模式到了比賽的後半 對手吃飲之後效果就會變差 於是在教練的建議下 日銀開始張開眼睛打球 而影三為了讓日銀在空中更有充裕的時間能觀察籃網 試著舉出拋物線軌跡的球 讓日銀能夠打出普通的快攻 但是因為兩人沒有練習過 所以還配合不太起來 在英居之戰之後 為了避免怪人快攻過早的被對手適應 影三意識到怪人快攻使用時機的重要性 加緊練習與日銀普通快攻的配合 並透過暗號來決定使用怪人快攻還是普通快攻 這個模式在IH比賽前期獲得良好的效果 即使面對伊達工業這種高水準的狼網型球隊時 影三也能善用日銀這個誘耳 來讓其他攻守得到更多的進攻空間 但是在面對清夜晨曦時 暗號很快就被熬夜看錄影帶的吉川給識破 最終讓影三非常焦慮 導致國中時期的壞習慣開始展現 畢竟對影三來說 吉川可是比牛島還要強大 是他心中最大的目標 也是最可怕的對手 荒槍走板的表現 最終被教練給換了下來 雖然屋也輸掉了那場比賽 但在場邊觀看監員與球員互動的影三 開始意識到與隊友溝通的重要性 封閉的王者漸漸打開了心房 輸掉IH之後 屋也參加了東京合術 為了尋求突破 日向向影三提出了 不想要再閉著眼睛打怪人快攻了 希望能靠自己的意志戰鬥到最後一刻 但對影三來說 怪人快攻並不需要日向的意志 兩人因此吵了一架 在當時的影三會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是因為他還沒有完全從國中那種 必須由我來的想法中走出來 不過影三所有也在吉川的提點下 才真正了解到二傳手不應該剝奪攻擊手出手的主導權 並在烏仰教練的提議下 開始練習了會停止的拖球 烏仰教練和影三國中時期的教練做法不同 古智在那邊告訴影三說 你要配合攻守啊 你的個人技術不是重點啊 這些連我都會說的話 這樣對影三是沒有用的 而烏仰教練用的方法就非常高評 他直接丟了一個很有挑戰性的課題給影三 對影三這種對自身技術非常自信的天才來說 這招真的相當有用 完全激發起他的鬥志 在合術期間努力不懈的練習下 影三不僅僅掌握了讓球在打點精準體質的超高難度脫球 也熟悉的與隊伍之間搭配時數多人同時進攻 並在合術的最後一天與蕭谷的對戰中 成功的與日向配合時數的新怪人快攻 讓蕭谷的二傳手刺猬都讚嘆不已 金庫那種技術自己根本無法做到 進化的怪人快攻也在春高預選賽上大嫌身手 再來我想要提的是 我認為影三經常進入這種這個狀態 會這麼說是因為我們經常能夠看到影三全神貫注的畫面 其他的角色也會有 但影三描繪的尤其多 而進入這種的必要條件就是非常鑽入在某一件事情上 而且這些畫面出現之後 影三通常都會有不錯的表現 這個因素也多少造就了影三能夠持續分毫不差的使出高精準的脫球 在春高限內預選賽的決賽對上滿鳥者的第四局末的時候 影三出現了體力佈置的狀況 其實影三的體力相當的好 平常就有慢跑的習慣 而且影三是能夠和日向這種體能怪物比跑步還常常贊成平手 那一場是烏野第一次打五局的比賽 再加三合傳手是隊伍中觸球次數最多的位置 影三除了要仔細觀察對手以及隊友的站位給出拖球之外 還要兼顧籃網跟發球 而且那種超高精準度的拖球需要非常高度的集中力 讓影三比其他二傳手所需要投入的腦力更多 也更消耗體力 所以影三會累垮是很正常的 烏野擊敗板腳折之後 影三高超的技術被大家看見 在全國大賽開始前被邀請參加了全日本青年強化合術 但在合術期間被攻又說的是乖寶寶 這也讓影三意識到 因為國中時期的陰影讓影三漸漸會去配合攻守的壞習慣 給出比較甜的拖球 而不是活用攻守自己能力的最大值 返回對戰後開始嘗試與隊伍溝通 矯正隊友的壞習慣 例如西谷的花式防守擋到後排的進攻 以及越島沒有盡全力跳到最高點擊球等等 但不擅長溝通的影三用了比較差的口氣 這讓他意識到很可能變回國中時期的王者 不過在日向、教練以及隊友們的理解下 認為影三提出的點只要是合理的話也會嘗試接納 這點與國中時期的隊友不同 現在的隊友是願意和自己好好溝通的 於是影三終於完全從獨裁、蠻鶴的國王 變成了會與隊友溝通的新球場上的國王 排球作為一項團隊運動 除了要鍛鍊自身的球力之外 與隊友之間的溝通也至關重要 靠一句岩泉隊集穿說過的話 六個人強才是真正的強 這次的排球算人物制就到這邊 你認為世界上真的有天才嗎? 或是你相信那些被認為天才的人都是努力而來的? 歡迎在下方留言與大家討論 另外也別忘了這次的一萬訂閱的QA還在目擊當中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別忘記幫我按下喜歡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River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